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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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你的構想很好 就是用大家會喜歡兔子的角度 然後去讓大家去領養這些兔子 但是我有個問題是 就領養過後 因為我們一般到寵物店 我們看到寵物店裡面很美的 小朋友就覺得哇好可愛 可是養回去都是這個形態 因為養回去之後 就發現不會養到什麼之類的 那因為我看你的校園也是美美一樣 那對於養回去之後的 你心裡有後續的 該怎麼教他們 不要再小腳 不然我怕 還是一種喜歡的形態 喜歡完之後 卻又是 就是一個非常的 又丟掉了這樣子 這個問題的話 我們看到幾個階段性的處理方式 就是對於那種 衝動購買 然後後來棄養的 這是最難處理的 所以我先把它放到最後 那我們該怎麼去讓這個問題去改善呢 我覺得第一個部分是說 對於本來可能就有點關注的人 或者是想要養護者 他可以採取認養代替購買的方式 這是第一步 對於想要養的人來講 用認養代替購買 那認養的好處是什麼呢 像我這邊 展示的父子啊 都是由個人中母所收容的 如果你想要認養的話 你可以跟這些個人中母之家聯繫說 欸我看到你那隻父子我想要領養 那這個好處在說 第一個 更那個個人中母之家 那個愛心媽媽 他最了解這個兔子的習性 你可以在飼養前 就先做出孤兒功 來判斷說 這隻兔子是不是適合你 舉例來說 如果那個中母媽媽 在收容這兔子的時候 就已經知道說 他非常的喜歡咬電線 如果你是一個開電器行的 你養一隻很愛咬電線的父子 那不就完蛋了嗎 對 所以 有些人他之所以會棄養 是因為發現說 這隻兔子自己真的不適合 所以才棄養 那如果你可以先早一點掃落到說 這隻父子適不適合你 就可以先解決掉這部分問題 再來是說 因為這些個人中母之家 他們真的是佛心來 就是 這些父子啊 大部分人都還會幫你結紮好 自己出醫療費幫助的結紮 然後 本來生病的照顧到沒病 本來掉毛的照顧到 變得白白胖胖的 任養好 第一個好多代理說 他可以節省你很多的成本 如果可以找到正確對象 因為有些人他後面棄養的原因 是因為兔子生病了 不會照顧 要醫療費 或者是說 啊!結紮要三千塊好貴喔 然後就棄養等等等等 這是任養的第二個好處 第三個是在於說 你如果可以找到這些 中母之家任養的話 大部分人都很容易跟你分享說 怎麼養兔子 怎麼飼養兔子 那甚至是說 你還可以擴展你的人際關係 你又多交個朋友 在你遇到飼養上面的問題跟困難的時候 有人可以跟你一起分享 跟你一起討論 跟你一起聊說 聊所謂的兔子經 我們家的兔子昨天又怎麼樣 然後今天兔子又做得怎麼樣 就是像 小 就是 爸爸媽媽分享那個小孩經的那種感覺 對 那 回過來你的問題 呃 對於這樣的人怎麼辦呢? 那我覺得 學區經營來看的話 先推動 本來就有醫院 配養單是購買人 所以 對於這個議題的關注 委員區就會變多 由人去影響人 去壓制到說 那些本來要棄養的人 這個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我們沒有辦法一步到位說 解決這些問題 但是 針對這個問題來講的話 我認為現在要做 所以我必須是 呃 更友善 更勤權的 養護者的知識 或者是平台 或者是說 更多傳播空間 那我覺得是說 更重要是在於說 去加深 他對於 牧子的喜好 就是 好感 因為到部分他可能 衝動養 然後看久就是膩了 不知道他的敏感在哪邊 所以我才必須 盡可能用 攝影的方式 用文章的方式 讓他看到說 欸 這座人 你這一面這麼可愛 我是不是可以用 不同的角度來欣賞 保養的褲子 對 目前我還是只能 經歷到這個程度 謝謝 還有別的問題嗎 如果遇到流浪褲的話 第一個步驟 就是先想辦法讓他安置 如果你有能力可以暫時安置的話 先給他舒適的環境 跟充足的飲水 那如果你沒有辦法自己做 短期的收容跟中途的話 也可以跟 呃 台北市的話 可以跟台北市愛護協會通報 如果說是外縣市的話 可以跟流浪褲保護協會通報 可是因為這兩個協會主要距離都在台北 外縣市的話比較難取得其實性的聯繫 但是盡可能 因為協會資源就非常有限 盡可能如果他在你手上的話 我們這有緣分 那我覺得就是可以先短期的收容他 安置他 然後再來開放獸娘 對 那我很歡迎是說 如果你正遇到這個狀況 你先想辦法收容安置 找我攝影 那基本上在我拍王後的兔子啊 這邊有14隻兔子 只剩下5隻還沒有被任養走 其他9隻送養走的 都是在拍王後3個月內 就送養出去了 對 所以蠻希望就是如果有能力有空間的話 可以一起加入個人總統部分 那剩下的宣傳跟任養部分的話 我可以來協助 OK 很棒齁 那其他的問題嗎 我講個無效話好不好 因為剛才有我們的夥伴說 他非常喜愛彼得兔 那彼得兔也是我很喜歡的一個商品 雖然我已經不是那麼夢幻的名記了 那我在有一年 我在百貨公司看到彼得兔的很多商品 當然就很瘋狂的過去看 他圖案都非常非常的可愛 但他上面會有一些小柱角 會寫一些簡簡單單的話 那通常我不太會注意看到寫什麼 那天不知道為什麼我就開始看 看了以後我非常非常的害怕 你知道寫了什麼嗎 一個很美的父媽媽 跟兩兔寶寶在講話 他說 嗯 我記得上一次看見你們uncle的時候 他是在隔壁王先生的餐桌上 就這麼的一句話 我不太曉得說那場女 你要帶給我什麼訊息啦 可是我想說看得懂那句話的人 應該是驚嚇程度大過驚喜啦 那我會希望這事情不要太常發生 因為才是太可怕的事情 然後因為對於狗跟貓 我可能了解比較多 那對兔子真的是完全有所知 那我想是不是可以請努力告訴我們一下 因為講大部分人講的不是那麼了解兔子 你能夠告訴我們一下分享兔子 他的一般的習性 照顧上還有他個性上面 通則 好 嗯 養兔子基本三元素 第一個 舒適的環境 第二個 充足的飲食跟水 第三個 無限量的摩摩 對他們 對於兔子來講 他的精神良識就是摩摩 就是他們非常喜歡的摩摩 他們會怕陌生人 嗯 有的還是會 但是因為兔子來講 他的個性稍微比較內內內相一點 可是他們是可以經由社會化 來跟人產生互動跟親近 所以有些人反應說 為什麼他覺得兔子都不親人 不像狗跟貓會主動的撒嬌啊 還是討好啊之類的 很大的部分因為是充在於飼養的方式 因為你都把兔子養在籠子裡面的話 自然就會產生隔絕 他也找不到理由 為什麼要跟你親近跟互動 那像我自己飼養的方式是全放養的 後來就完全沒有食用籠子 那他們的那個大小便基本上也可以訓練 比較堅定像貓咪的食性 就是你可以放便粉 然後用木屑紗之類的去改善那個要臭的問題 當然要花時間訓練 然後 然後就是不斷地摸摸他 對 對他們是就是會自己跑過來 然後把頭動在你那個手下面 就說一摸摸摸這樣子 對他們本身是很親人 但是需要足夠的互動跟了解 我覺得如果說你們換了食物物的話 應該感覺是一樣吧 就是他在一個莫名其妙的狀況下面 對人從熟悉的地方帶到陌生的地方 然後每天被抓起來 又心又爆 他其實根本搞不懂現在是什麼狀況 對 但是如果說你願意每天 可能花個10分鐘的時間摸他的話 他慢慢就會覺得說只是可以信任的人 自然就會對你比較親近 然後養負咪的好處就是 因為他們的習性啊 是白天算是休息時間 那我們大部分人都是白天在上班上課 所以等你下班下放學之後 我回去他們也睡飽了 然後就可以忘了 對 而且再來是說 婦子的話 他們的要消耗的成本也不算大宗 也滿適合現代人房子小 就房子那麼貴就房子那麼小 那他們有足夠的空間就可以自己的活動 跟跑來跑去的 也不一定要特別把他帶去遛 也不用幫他洗澡 也不用 非必要也不用幫他洗澡 因為他本身就很白乾淨 大概是這樣 然後養負咪的主持絕對不是吃紅蘿蔔 養負咪會跟你說話嗎? 像貓狗一樣 牠們平常不怕會用聲音的表達 可是牠們會用鐵人的方式 或是說自己主動靠近你 貼在你的腿旁邊 手旁邊 用頭來盯進你的手 叫你摸牠 牠們會有這樣的支禮語 對 那基本上就是不會說話的貓 會這樣子 因為貓也是直接動作 嗯 該這麼說 OKOK 我們方面來講是這樣 對 然後不得不起來是要跟大家宣導一下 即便你們在各種媒介 看到插畫漫畫影片 看到無數的就是複子跟胡蘿蔔 這個搭配組合 請不要相信 複子真的是吃胡蘿蔔當主食 這個抽五也是非常非常久的 然後 我有聽過一個說法不盡然正確 有人說 當初為什麼要把那個複子跟胡蘿蔔 都放在一起 是因為美國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卡通 有一個會站起來的 灰色複子 那不是想要不要肯動複子嗎 欸 有人說是為了要推廣 想要多吃蔬菜 所以就把那個複子跟紅蘿蔔 結合在一起 說欸 我爸爸都吃紅蘿蔔 那你們要多吃蔬菜 就像那個大陸複的複花吃 紅蘿蔔蔔 對 但是他們本身的那個 腸胃系統啊 呃 主要是消化纖維用的 那紅蘿蔔它是比較偏向 澱粉類 而且是維生素A成分比較高 那如果飲用過的話 會導致重複的風險 那我們常常因為 自以為 複子要吃紅蘿蔔 一個人高素一個人 導致這個錯誤一直不斷連續下去 所以我們常常都會不知道說 自己在進階傷害這個生命 也說不定 所以即便你們沒有那麼喜歡兔子 即便你們沒有養兔子 但是common sense 就是自己起來就ok了 沒看過兔 沒吃過兔子至少看過兔子 沒養過兔子至少 至少知道兔子不是吃紅蘿蔔當主心 謝謝大家 我們的新朋友對不對 那個我想請教一下 現在有沒有那一種 就是兔子技術的活動 就是說在你任養在購買之前 可以有這樣子一個短期的一個 體驗的這樣子活動 就是說怕你任養和購買之後 你覺得可能花錢還是 還是說你不行嗎 你就可能會做一個儀器的動作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像一些果菜市場的一些賣相不好的那種菜啊 蔬菜果皮可能丟一樓 那種那個兔子可以吃嗎 對 首先第一個部分 如果是醜物店的話 基本上不可能有飼養的服務 基本上不可能會有 那如果說是任養來講的話 呃 如果您是跟像愛戶協會 柳東部保護協會 這種有社長把人登記的這個單位去領養的話 通常在審核的時候 他們就會先初步判斷你適不適合養 所以會經由第一次的面談 第二次的面談 來決定你適不適合認養 那如果 像協會的部分的話 他就是透過事前篩選 來判斷你適不適合養 那如果你自己是想要養先試養的話 你可以去尋找像是個人中毒之家 例如像是我粉絲團 他玩照片照我都會頭上 就是這個兔子的任養資訊 以及他的個人中毒之家的聯絡方式 那個人中毒的話 就是你比較可以去聯絡去討論說 可不可以有一段試養的期間 對 但是協會那種的話 通常是在事前 就已經做好犯罰 也沒有辦法在一起供試養 對對不對 然後針對 然後 然後第二個問題的話 然後那個爛肉骨餅其實也不能當子吃 對 他們的主食是那個牧草類 像那個 其實蟲物店都有賣的兔子式的草 主食是草 然後複食才是飼料 對 因為他們的腸胃是需要消化纖維 再來是說 吃草有助於幫助餘摩牙 如果他們沒有足夠的摩牙的話 就很容易長得過腸 然後又發生其他的疾病 對 那草的選擇有很多什麼提摩西藏 微草之類的 如果有時候我們的褲 有時候彼此交流說 我們家褲子都挑食了不吃那個草 然後就是 欸那個草又開始開放送 我們大家買一下 就會變得非常薄了嗎 草可以做過兩台自己種嗎 像我們中方草這樣子 欸 有人自己種 像小麥草啊 或是那個田小麥 有人可以自己種 不過主食的話還是比較 像是乾的露苗類 吃的話也可以 只是吃了比較不容易購買 跟保存 對 那我來分享一下 我的動物送養經驗嗎 因為我現在是台中市動物福定追蹤協會的 建議院理事長 那對於我們的救援動物 數量非常非常的多 我們也完全沒有丟外物款 但是每隻動物進來 我們都非常的珍惜 即便牠在外面就是像人家丟的垃圾一樣 但是每個身邊對我們來講都是那麼的珍貴 那我們只要到我們手上的每隻動物 我們要送養之前 只要牠表示的意願 我們會認真地跟牠談 甚至我們做家庭訪問 確定牠的居住空間適合飼養這隻動物 因為好不論就回來 我們不會把牠推入另外的火坑 那通常我們會說 我們篩選過之後 我們會問牠的過去的飼養經驗 那當然也不是說沒有養過的人 就不能夠養動物 每個六D詞 但是怎麼確認那個D詞 是對方方都是非常美好的經驗 所以我們會經過一格的篩選 然後我們會定期加訪 牠如果不讓我們死 事後再去做追溯 再去看牠的增長狀況的話 這個部分是沒有辦法接受 成為我們的認養人 牠也必須要簽署認養界結束 這部分是一個很嚴肅的承諾 這部分都必須要能夠被確定的指示 好 那所以我們都告訴牠們 我們歡迎你們視野看看 在很多協會 事實上是可以接受這樣子的做法 不見得協會就會OK 因為送養真的不容易 不見得會有電話進來 有電話進來我們都非常的珍惜 但是我們不會那麼迫不及待的把牠們推出去 即便再久 牠們再醜 我們可以把牠們留下來 所以我們都會希望說 造成一個雙方都互贏的機會 比如說你們視野看看 可能個性不合 請你請你 務必要把這隻狗這隻貓凡給我 讓我幫我找下一個機會 要不然兩邊一起相處起來 互相折磨 其實我覺得是還蠻辛苦的事情 對不對 那所以我會覺得 任兩一個生命 這是非常非常的神聖評估 才能夠做的一個承諾 很重要 非常重要 我補充說明一下 不是因為協會的部分 所以沒有辦法信用 而是在於說 全台灣有在提供 有萬物收容的部分 只有養家協會有在做 那又只有集中在北部 牠們其實北部的收容 真的會有量很大 然後平常也要做教育推廣 那有時候其實是因為 人力跟資源吃緊的部分 能提供的服務真的很有限 所以目前的狀態是這樣子 那就是盡可能可以 跟個人總統的部分 去洽談說不能吃養 有其他問題嗎 還有養動物有一個很重要的性 就是說 小動物跟小朋友一樣 小的時候都非常非常可愛 可是我們買的時候 都忘記牠們會長大 對不對 那我之前 我的第一隻狗 是我在路邊撿的 這麼小的 我以為牠是國美 可是後來 我們都以為牠是狼狗 這麼拿著 但是你要想一想 牠長大會變怎樣 牠會老 對不對 通常正常來講 我們會活得比牠久 所以牠會變老 牠會變醜 牠會闖破 牠也會不可愛 牠也會有情緒 那你要先問自己 當牠變那麼醜的時候 毛都掉光了 兔兔的 牙齒也掉了 也歪了 還流口水 走又走不好的時候 你願不願意照顧牠一輩子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那 以前 比較悲慘的事情 像迷你兔跟兔子 就長得跟狗一樣大 我聽過最誇張的不是兔子 我聽過最誇張的是迷你豬 對不對 你可以想像你家裡有一隻 幾百公斤的豬嗎 其實小豬也是很可愛的 我不曉得為什麼 媽是烤魯豬 聽起來還是蠻可怕 可是豬那麼大一隻 我自己在家裡 確實應該也不是一個很輕鬆的事情 所以我會建立說 想清楚自己的能力 跟自己的環境 跟我現在的工作狀況 我的家人是不是同意 因為 動物現在我們不太把牠 規劃成是一個寵物的身份 我們會認為牠是同伴動物 牠是跟你一起生活的動物啦 當然我也不是很認同很多的 動保人士就把動物捧得更神一樣 就是好像牠就是一個 要把牠捧在手心上寵 寵壞的一個小家伙小惡魔 我就適度的 關係的劃分還是需要要有一些規矩 人就像人 狗就像狗 貓就像貓 那你把狗養的跟人一樣 把貓弄得跟神仙一樣 好像也是不太對 所以某一部分我也是這樣子 但是我是覺得說 同伴動這個觀念 是一個很好的觀念 牠不是一個你買來的動物 不是你買來的生命 那每次我去寵物店 我都看到很多在賣動物的畫面 很多的框框 那每一隻狗 每一隻貓上面都標了一個數字 那數字其實每次看得讓我都很悲傷 寵物店裡面的狗為什麼都不太會叫 都好歡 在廊子裡面都不太叫對不對 因為不能吃太飽啊 吃太飽會長太快 長太快就不可愛 那很多時候裡面的飲水是空的 為什麼 因為怎麼樣要是大便 要新的麻煩 所以為什麼 寵物店裡面給我看起來好像都很乖巧 人生病裡面很乖巧 對不對 所以我會覺得說很多很真 你看到的東西 往往不代表牠真實的樣子 那很多年前 我講得好像比富家那很多 因為其實有一些太可愛的畫面 對於動物的其實會讓我害怕 因為在很多年來 有很多的動物 像風群小八 對不對 還有and below 那個叫什麼 極地藏針 這些都是講到一些動物 可愛的跟人的 有名學來西馬 那比較久以前的 那很大 對 可魯 讓家人心碎 所以這些事情其實都 會帶動一陣子的動物飼養蜂巢 所以這樣的動物電影 其實我並不喜歡 因為我覺得這個讓人家會誤導 會不懂 他為了這個電影 他就衝動的去購買這個東西 然後就會被大量販賣 大量製造 大量生產 然後就大量油氣 那其實如果大家 沒有注意的話 其實很容易忽略說 台中史 Even在市區 也常常會有大黃金 大拉拉 大拉布拉多 或者那種 大的哈斯奇 在那邊流浪 可是對於不喜歡動物的人來講 那是多大的威脅 對不對 那當然像我做動包 我看到每隻狗 我就想去摸一下 可是對於那些害怕動物的人 他們有沒有自己可以要求的 訴求我的生存權 我不要動物的人侵犯我 他們應該也要被尊重嗎 那我覺得這兩邊都要被考慮的事情 我曾經帶著我的那隻小博美去散步的時候 那時候我的博美就長得有點大了 大概十五公斤一幅 然後加上他的 他是穿長 呃 穿毛大衣的 他的頭髮很長 所以看起來更大 我就逛逛逛 然後就看見那隻小哈斯奇 跟他的媽媽來散步 就是小孩就說 哎呦好可怕耶 有獅子 結果這個媽媽說 真的啊 那隻狗好到走遠一點 這句話讓我滿害怕 我就問他說 你曉不曉得你家的小狗長大會多大 看到哈斯奇那時候做這麼小 那我想到說很多人 帶著成年鳳梓去畫面的時候 人家跟他鳳梓說 反正就是狗耶 對啊 所以我比較像某些師傅 然後我就替他們教的那次哈斯奇 其實非常的擔憂 因為他哈斯奇長大會比我多大 大概一點兩倍比神 甚至兩倍比神 其實這是很可怕的事情 問題 快點 OK 我太兇了嗎 OK 我剛剛有段是聽你演講 然後你提到說 你最好的講品是 你知道 你一直到 你一直到 拍照 拍照 是嗎 你知道什麼講品 對對對 那個是比較特別一點的 對 因為我有個問題是 你知道貓村嗎 對 有個貓村人的意思 然後他們認為就是 就是很多種 有貓聚集在那個圖 然後變成一個光光文化 然後有很多人的資料意見 那我不知道 你是有大概了解這個事情 然後再聯想到兔子的那個 怎麼知道 那我不知道你親身到這邊去 所以這樣子的生態 你會不會覺得是一種消費兔子 或者是你認為他們當地的 分行處理還是不想到這裡 那個大九野島啊 他本身一開始 他是 早期是戰爭時間 戰爭時期的時候 拿來做毒系工廠的地方 然後就有一些兔子去那邊 當實驗兔這樣子 但是後來因為 有場大火關 其實那些兔子 就已經 就是over了這樣子 然後後來的確是因為 觀光因素 又再引進一些兔子進去 對 他其實是那個觀光行銷的層 更比較大一點 但是 他那邊 除了整個島啊 除了一家Hotel以外 什麼都沒有了 就是他連貓狗的那個天敵也沒有 然後據說 也是有一群人在那邊巡逃說 如果生命的兔子 會拿來醫療照顧照 那基本上 我在那邊實際的體驗是 我看到大部分的兔子啊 他其實算是半野兔的感覺 他們可以自己存活 吃落葉啃樹皮 就是感覺他蠻新鮮 我沒有照顧肚子啃樹皮 對 然後但是因為有公共客去那邊 看肚子 然後也會餵食啊 他們對人也是親近的 但我覺得那個是 我覺得這種程度 我不會特別真會說 因為他是光光的去地景的去怎麼樣 反對之類的 可是在於說 他有沒有拿捏好那個分寸跟尺寸 因為像侯童呢 他已經發展到說 對貓咪已經造成極大的干擾跟不適了 然後還有過多的觀光的攤位 或是太多的東西 那那個貓咪打畫都是基本上 除了那個Hotel是比較現代的東西 其他幾乎都是保留原始的風貌 對 然後 那裡的人也知道說 如何守秩序 不會去帶狗啊貓啊之類的 然後大家都是很友善去跟兔子互動 不會說去欺負他之類的 我覺得是 如果拿捏那個分寸還蠻重要的 但回過台灣來看的話 同樣是觀光好 台灣其實有蠻多 以兔子為主題的餐廳 例如說 在淡水附近的有一家 然後還有一些所謂的觀光農場 他們就是飼養很多兔子來招攬生意 那那種做法的話 我基本上是不認同的 因為他們就純粹拔兔 然後招攬生意的工具 而且也沒有照顧他們的健康 或者是安全 是認定小孩子在那邊抓兔子 剃兔子、玩兔子 沒有人去制止或者是管理 那那個大九嶺島的話是因為場地也夠大 是一整個島都是兔子 所以他們還可以自保防禦 選擇要不要跟人互動 只是在台灣農場 他的空間很小 小巷農場裡面有幾十隻 可能會有百隻的兔子 全部在秘密的空間裡面 那因為空間已經夠狹小 他們又是很容易繁殖的生物 又在短期間不斷繁殖 不斷的擴增 然後使得他的住宅環境就變得越來越差 但是大九嶺島上兔子的話 因為他是 他是有自己的那個生存能力 所以他們比較容易接收到大自然 就是自己的開放或者是循環 對 那台灣的農場就做搞不好 已經比較走邊了 沒有人在顧 那這點的話是 我認為需要經歷去改善的 我們今天有一位朋友 Kiki Chen 對 你認為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想要跟你談一下 我很想了解說 你之前 對話過的動物有哪一些 那對話的方式 你是幫助人了解動物的行為 還是說你可以直接跟動物溝通 事實上如果動物溝通 是應該說是動物的心理醫生 就是直接 因為我們一般人的心理醫生 就坐下來 然後心理醫生就問說 你是怎麼哭不肥 就直接講 但是動物他不知道 我家的兔子為什麼都不睡覺 為什麼都一直咬電線 兔子如果你講說 這個很好吃 這個是草啊 媽媽不上買給我的嗎 這句話主人聽不到 因為主人他已經忘記了 事實上他在英文的時候他聽得到 但是因為長大一些知識增加 是以為自己很了不起 他就把這個能力 反而最重要的能力就忘記了 就是將心比心 他忘記了之後 父子說 媽媽這個草很好吃 你看我吃給你看 吃完出來省在那樣看著你 主人一聽到就啊 尖叫怎麼吃電線 就跑去追他 然後兔子有兩種 一種就是 蛤你怎麼罵我 這個草不能吃嗎 另外一種就是 來來追我啊 等一下我啊這樣子 所以 動溝通式就是 幫主人解決說 為什麼他要吃電線 傳達父子說的這句話 這個草很好吃 媽媽來追我 這就是我們的工作 就是父子的傳達 中間真正的意思 而不是讓人類自己想 那我也會做求證的動作 我會把我自己聽到的訊息 欸這個草很好吃 回去問這隻兔子說 這個電線你說很好吃對不對 兔子會跟我講對 我才會把這個正確的訊息 告訴主人說 你的兔子吃這個電線 是因為他把他認為是草 所以他很努力的啃他 而且他覺得很生氣 為什麼買那麼粗的害我咬好久 欸 然後目前我所接觸到的動物是 包含植物他都能夠溝通 樹木野草他都可以溝通的 然後 呃 魚 蜥蜴蛇 蛇 兔子是對大眾 因為我的緣分 動物就是兔子 欸我自己也有養一隻兔子 啊 呃 蝙蝠 還有蜥蜴 蜈蜀 蜈蚵 蜕蜥蜴 雞蜴 這些蜈蜴 都是我曾經服務過的動物朋友 像杜麗講的這樣子對不對 杜麗講的 你知道嗎 你是說你台灣的那個靈體 有一個電影嗎 那個是比較誇張 當然它靈體會比較誇張一點啊 但是事實上我們跟動物講話 並不是用人類的語言去跟他講話 就是很自然的語言 人家說是性感應 性感應 對就是用心電感應的方式去跟他溝通 那最主要我會把這個形容稱 我是一個電話線 然後主人是一個電話筒 然後他也是一個電話筒 然後他們之間我做一個電話線 幫他們聯繫起來這樣子 這個也很重要 我覺得了解動物行為也是非常重要 他是了解動物行為的 那我其實是還蠻建議 任何要養一種動物的人 他都要去盡其可能的 去找到跟他有相關的訊息 像我遇到比較多的問題是 我們期待一隻狗來家裡 牠就能夠 不好意思我會想到狗 因為我們會期待那隻狗來 就完全了解 要牠做的每一件事情 當牠不符衝 不符合我們的想像的時候 牠就對你的人生造成極大的困擾 甚至是一個阻礙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嚴重的錯誤 那像台灣以前過去 會習慣把狗送去上學 那上學等狗回來之後 牠還是依然不我 為什麼 因為裡面跟牠有共同的語言 該上課的人是誰 主人該去上課嘛對不對 要不然你們沒有講一樣的話 怎麼共同 所以其實我覺得上課 跟去搜尋資訊是非常重要的 問題 我想問一下 除了攝影展和幾支的計畫師 是後大 有什麼樣後續的規劃呢 有規劃很大了 本人的夢想就是叫台灣 打斷肚骨骨 我的順利是這樣子的 第一步就是先從攝影開始 先為各位洗腦部 小動物不是多麼可愛的小動物 OK 攝影的部分 然後再來是發展車 第二步是文創商品的部分 就是可能大家有看到的一部分這樣子 那第三個部分的話 因為我們前面 前面是比較像是在建立說 對肚子有好感或喜歡 那接下來 當你想想想的時候 這時候就會出現困難了 如果你不在台北 沒有辦法到愛徒協會 沒有辦法到劉安徒保護協會 你會不知道去哪裡找到個人中戶之家 你要怎麼去領養 去收容所嗎 現在收容所 嗯 他所收容戶子的數量可能也不是很多 再來是說收容所他開放時間 也不太符合一般人的作息 據我了解到的像台中的那個收容所的話 他是開放時間一週 好像我記得是有休息兩天 然後每一天開放時間六五分 早上跟下午 中間中午還有休息時間 下午開到四點鐘而已 所以要去養的話 你有一點不知道去哪來養 所以我接下來下一個步伐 就是希望可以打造一個 褲子的友善空間 他是一個複合式的空間 可以販售我自己設計的褲子的文創商品 再來是說 他有個更重要的意義在於說 是提供便利的送養跟認養 交流美盒的空間 怎麼講呢 基本上呢 我認為其實每個人在自己的生養規劃 難免都會掙扎 或是必須要做出學定 那有些人他是真的沒有辦法在飼養他的兔子 可是也沒有好的送養管道 除了求助身邊青紅毛耳之外 沒有辦法 再沒有辦法的話可能就是棄養這樣子 那我希望 我的規劃是這個空間啊 是如果你要送養的話 可能就是每個月固定幾天 可以辦送養跟認養大會 要送養人先登記 然後你可以帶兔子來 想要認養人就那天來 那信教士主可以彼此先互動 了解一下兔子的習性 跟實際跟兔子互動 真的適合mash的話 之後可以再聯絡 然後進行真的認養的部分 那這個做法又跟現在流行的 可能中途媽咪咖啡 狗狗中途咖啡不一樣在於說 我必須要搶大一點 我認為人去串點人 人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的重要心是更大了 如果說不管 如果說我裁決是 直接在店裡面中途跟收容的話 我的工作人員或者是我 都必須要花比較多的心力 去照顧這些棄戶或流浪部 那可能我可以最多就有10隻 但是我的時間跟能力 就只能照顧在這10隻 但是我這個地方 這個空間沒有常態性的 流浪部進駐的話 我就更多能力 可以去做推廣 可以去辦這樣活動 去吸引更多人來交流 人去影響人 對這是弓箭的部分 這是兔子王國的第三步驟 那接下來下一步 因為前面攝影的部分 已經吸引了創造一些喜歡兔子的族群 然後也有開始有一些朋友 接下來想要推動韌養的部分 那接下來的話 我會希望說把這個屬於兔子的小愛 再發揮成大愛 我們可以開始關注到說 很多的可能吸發乳 或者是沐浴乳 或者是化妝品 其實都是有使用動物實驗的 那所謂的小白兔當作是實驗 那他們會再負責眼睛刷上 大量的化學藥劑 來測試這個藥劑 到多少量才會致死 那其實這個過程 是有別的替代方案的 再來是說 如果您可以選購 就是沒有動物實驗商品的話 它的有機成分通常會比較多一點 那對人體來講的話也是比較好 對環境也比較沒有負擔 那如何選購動物實驗商品呢 就是等一下聽完之後 可以去那個去擦拭 或者是擦眉 逛一下那個洗髮乳 如果你看到後面的標誌 就是有一個兔子頭 或是有一個像飛躍兔子 通常那種標誌就是 沒有使用動物實驗的商品 那我的兔子王國第四項 就是希望可以去推廣這個 無動物實驗的商品 那間接的去提升說 這是整體動物的權益 因為會動物實驗並不是只有兔子而已 還包括老鼠包括米格魯 跟其他的動物 我覺得我只是 我個人部分我自己比較喜歡兔子 我跟兔子比較有緣分 那我是當作本徒界某種代表 但是我認為真的要做到全面性的提升 不管是流浪動物的權益 或者是實驗動物的權益 或者是說像海洋動物的鯨魚 保育類動物的權益的話 它需要各個領域的代表 大家一起集合一起去努力這件事情 才辦得到 這是一個很大的願景 所以到最後它會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愛 所以長期來講的話 還是希望台灣可以成為 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視動物權益的 非常典範的一個國家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努力 加油 台灣對動物最友善的國家 其實我非常非常的悲觀 我們對人都不太好了對不對 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說 那剛才如果你講到說 我們當自己的生涯規劃 或者工作或者個人各種狀態改變的時候 我們應該幫類似小豬夫找到一個永遠的家 然後不得以最後棄養 但是對我來講 當然我知道它不是那個意思 但是棄養絕對不會是一個選項 從來都不應該是對不對 因為我認為很多決定都是你可以決定的 那像我接觸街友的團體一陣子了 那我也不太明白 為什麼有人要定期去照顧這些自願 要當街友的人 但是我深入了解之後 他們背後都有很多的故事 他們照顧街友是為了讓街友 也不要再會造成別人家的困擾 變成是這樣子 那我就在想 那流浪動物呢 它流浪是為了什麼 那那些流浪和流浪的原因是什麼 流浪的原因有一大部分 其實是決定在它自己 可能它過去怎麼樣等等等等 導致現在這樣的結果 相當成分是決定在自己手上 當然鞋面做很多不好的決定 最後終究導致這樣的結果 不過對流浪動物來講 我認為他們只做錯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們不應該是在台灣 真的 對不對 你一直點頭 我這樣非常聽得懂我在講什麼 那我覺得流浪動物 我們廠商用很多美麗的詞彙來包裝 比如說我們會講 可愛動物園區 我們會講動物之家 所以讓很多民眾認為說 只要我培養牠了 我送去那裡牠就可以養天年了 因為牠們的名字會覺得很可愛 牠的學校片因為都是很漂亮 可是我覺得生命的本質 不是那麼的美好 Always 不是這個樣子而已 甚至我們在動保法裡面是規定 你棄養動物可以直接送去收容所 這是合法的 甚至包括飼養那個繁殖廠 繁殖廠 它領有執照可以合法繁殖動物 牠不再 不能夠再為牠繁殖動物的小貓小狗 牠一樣可以把衝去收容所 讓全民買單 幫牠們解決牠們不要再養的 種公種目 很不道德 可是這是法律上面給牠的 不能講優惠 允許牠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會認為說 像可愛動物之家 這些名稱其實我都很反對 甚至我們用安樂死來美化 我們讓牠 我們要摧毀牠這個生命的一個說詞 其實在法律條文裡面 像動保法裡面 我們從來沒有看過安樂死這樣的字眼 牠在寫什麼你們知道嗎 牠用的都是人道宰殺 這是用宰殺這樣的字眼 牠是很刺裸裸的刺在你身上的一把刀 可是牠們不願意講人道宰殺 牠們講安樂死 你會認為牠好好的死 牠就不是死了嗎 我覺得結果是一樣的啊 不是嗎 我就是不要你再活了 那很多的媽媽是懷孕了 被帶進去了 不小心在雙手裡面就生了一波小狗了 然後十二天就安樂了 就是這樣子 今天牠跟你有微笑 現在還沒說還是要爬子 所以我會覺得生命其實是殘酷的啦 那我們要面對這個真實的本質 然後當我們在決定 要跟一例外的生命共度一生的時候 真的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承諾 對不對 好嚴重喔 不好意思 這禮拜晚上這麼嚴重 但是我覺得這是大家要能夠了解的 要不然你們將來很漂亮的小動物 小兔子買回家了 牠開始掉毛了 你會認為買一隻新的更便宜了 我昨天去保羅去買罐頭 然後兔子一隻四百五 獅子兔一隻一千塊 然後那個小姐告訴我說 我說欸 因為今天要講兔子嘛 我昨天就問牠 欸兔子怎麼養好不好養 牠居然告訴我 我養的兔子都沒活 我 我不曉得這個 這樣的店家算不算是夠專業 還蠻可怕的對不對 我應該是 像個巫婆 還像你 這個 這個 這個嗎 我的角度比較不一樣 就是對我來講 這樣兔子就是 比較散播愛散播乖的這種感覺 那如何避免衝動消費 衝動動物 衝動飼養動物 兔子的話呢 我認為還是大家可以花一點時間 實際體驗看看 互動看看 真的是適合的話 在善思 在思考 在決定 那這邊還是要工商服務介紹一下 就是在禮拜 這個禮拜天 開始 連續三個禮拜天 我這裡的攝影展場部分 有加開所謂的兔兔體驗活動喔 就是這邊現場啊 會用很大的圍片就是圍起來 然後 我知道我很多的那個兔 有出界一下 他們家的孩子 那如果禮拜天是下午2點到5點 這段時間有空的話 大家可以來跟兔子實際互動 摸摸兔子 就是 體會一下那種 療癒人心的那種 溫暖的感受 真的是 太讚了 對 歡迎躺在那邊 對 我們可以把資料撒在你身上 讓兔子盡情地践踏你 沒有體會過 人不知道那種 幸福的感覺是什麼 對 一定要來體會一下 對 我是睡覺的睡不著 對 那 你還是補充說明一下 當然我們還是會希望說 大家在做試養錢 或購買錢 或是任養錢的時候 做好充足的心理準備跟負責任的態度 可是 就是人是會變人 有時候也很難講 你當初結婚的對象 就會跟你一直愛到老 這個人都會變人 這個真的是很難講 你可能會要出國留學 你可能會 會要換工作 可能要當兵 就是人生的態度 無法 不可預測的東西 那 對於那種 惡性 惡性 氣養的人來講的話 我們當然還是盡可能要去譴責 可是 並不是說 氣養就是一個選擇 只是說 可能有些人他真的是 遇上了困難 真的沒有辦法養了 求助我們 我們盡可能對於這樣的人 給予適當的幫助 跟輔導 或是說 對 我覺得 呃 譴責的話 只要譴責那個惡劣到不行的人就好 其他人的話 我們還是盡量多一點的包容跟協助 那只是很不巧 目前台灣真的沒有太多的資源 所以 呃 本人還在努力當中 希望可以獲得大家的支持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另外再補充一點 因為 像送養動物是非常的困難 那 但是對於原地中府媽媽來講 我相信他們都很希望 幫手上的小朋友 找到一個溫暖的家 那即便他們都是在 中北部的餐廳比較多 一個在桃林嘛 一個在台北 那 那 我相信即便他們的愛媽 都在北部比較多 但是 只要大家 真的是很誠懇的 希望跟這個小動物認識 像對我們來講 我們是全省親送啦 天涯海角 只要你告訴我 你想要養他 我確認你是一個 和可跨個百的 的 飼養人 我全世界都送你 真的啊 我就買張機票 讓他去西雅圖啊 我就買張機票 讓他去救金山 當然這個是 最後不得已的決定 因為他終究需要一個好的家 我是跟很多 都會share我 我一個人對他的關心 那我覺得 相信很多台灣的 我想愛圖的媽媽 愛爸 跟台灣的一些 貓狗的愛爸愛媽 應該都是一樣的 只要你願意養他 我們都很願意跟你認識 不管你在台灣的任何一個角落 我相信有人會願意做 即便這個愛媽愛爸 他本身可能沒有辦法開車 不能離開 都有很多的愛心接力可以進行 這個一定是可以被安排的 曾經有過在南部的東路 他要送北部去救醫 可是沒有辦法 事實上那麼接力 就是一站接一站 一站接一站 只要願意 不要認為自己能做的事情好少 真的很多 你可以拍照 拍很漂亮的照片 做很棒的文宣 甚至你也在網路上跟大家分享一下 正確的飼養觀念 甚至你一直告訴朋友說 欸不要去買動物喔 去看看有沒有可以認養的 我覺得即便這樣 都幫了動物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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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說要做一個今天動地的事情 很像東寶龍嗎 對不對 每個人都能做一些事情 那禮拜天下午2點到5點 對不對 要去三個禮拜在這個地方 然後台中市有一個常設的 動物認養會場 每個禮拜天下午一樣有狀場 但是我覺得不衝突的 那是今年累月都一直在進行 我們從沒有中斷過 在晴美圓道 在這個晴美廣場前面 永遠都會有群愛爸愛媽 各種動物在那邊等待認養 那希望大家幫忙尋找這個觀念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然後如果等一下 大家募集著去吃宵夜的話 就是可以在 逛一下我這邊所展示的作品 那有需要特別做導覽的話 也有人也在這邊 那大家如果說等下 就是這邊攝影作品 留一些心得 或者是願意回饋部分的話 那邊有那個攝影留言本 就是留言本 就是可以大家給予一些支持跟鼓勵 對 然後後面還藏一些作品 大家等一下給一些 OK OK 沒有問題囉 那這邊民眾就下課囉 好不好 OK 謝謝大家 謝謝 OK OK 對不起 我們下下 小事情 沒有 謝謝 我只是要公商服務一下夏禮拜 是因為我們在這邊有一個活動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民黨部女部主任的清晰 那 我們今年 就是說在今年年齡之前 我們會有 目前的預計是伴舞場 我們叫做米青年論壇 那 比較漂亮的名稱叫米青 斯沙龍 那台北已經完成一場 那 我們這個禮拜天會在花蓮有一場 未來會在澎湖台南 那台中的場呢 我們很高興邀請佳元跟這個 佩琪 對 那也就在好辦 因為其實為什麼 我們會跟佳元沛琪選在好辦 下個禮拜四就在這個場 那6點40 那為什麼選擇這個位置 為什麼辦這樣的活動 是因為我們一直很想要接觸的是 我們一起要 我們想要討論年輕女性 她在她的生命 在她的生命更換裡面 她的自我實現 然後她對於她的事業 還有她的生命計畫 因為通常在這一個 我們把它設定在大概40歲以下的 年輕女生 因為這個年齡 我們歡迎所有有像願意參加的 怎麼辦 這個年齡層我也受到有點壓抑 那我們的這個想法是因為 通常在這個年齡層 可能會遇到一些她正想創業 就像現在的講者一樣 她正想創業有些夢想 需要一些大家的意見或支持 或者她其實想要努力 可是她又覺得好像這個世界上 這個台灣的主流媒體 或主流群星裡面 好像跟她的想像不太一樣 她需要一些其他的人 給她一點信心跟支持跟支援的 那所以今天就是 謝謝大家給我通常服務一下 下個禮拜四 我們會在這個地方 6點40的這個地方 歡迎大家 雖然我們到了女青絲燒了 不過如果男生想要參加的話 那我們就非常歡迎友善的男生 然後帶著你的女生朋友 一起來參加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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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好 對不起我們的來晚 然後所以現在也要廣告一下 就是我每天要在那個四三起童話區 要把樹的山莊被拆的土磚 然後搬出來 就是然後要徵求撞 欸不又撞頂了 因為我也不撞 我要去 所以就是我們約早上10點在永春路於永春東路口 然後我們要繼續把樹的山莊的被拆毀的磚 保留下來 那就是以後可能把它造搖啊 或是造成其他東西 就是重生 或者你想把它搬回家放在你身上蹦著 應該也可以 就是因為它就是被拆在那裡 然後你想拿來幹嘛都可以 你知道對不對 就是明天10點的期間 然後另外呢 有一個重商服務就是 那個 因為我從都蘭回來 然後有一張我們都蘭做的 都蘭反賣跟反賣他們所做的一個專輯 然後他現在還沒開賣 然後呢 我也幫大家要不要所有的簽名 然後突然能撲落小朋友的簽名 所以想說欸 這個應該是別的場次 就是別的 如果他之後出去巡演啊 然後也不太可能帶著那麼多小朋友去 所以我覺得欸 剛好我在那裡 然後我就想說啊 那我多買一張 然後影響台中的好朋友們這樣 所以如果想要的話 就是對易曼 對 但是三百五幾條 就是我的本錢嘛 三百五 對 三百五幾條 然後我們都出來 伊曼蟲就是捐給那個 哲學信紀錄 而且已經有人還簽了 太快了吧 對 這是有反賣的簽名啊 保護的簽名啊 就是還有一些 我們部落小朋友的簽名 那個部落有作詞的人 其實我本來要連美術設計的 也簽名也要到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 我可以再過去要 就是你應該很難要到一個唱片 連美術設計都有 因為都在我們部落裡面 對 我們部落的小朋友啊 然後部落的老師啊 私人 我們部落就是阿美族的部落 在都蘭 然後也可以共申服務一下 10月25號是阿美族 這是我們的阿米西音樂界 然後就在畢校 畢校就是都蘭國中 我們都蘭國中的體力場 號稱都蘭小替代 就歡迎大家來 對 就是他今年是第二屆 然後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那個淑命啊 淑命他就說 因為他們 他們會覺得 大家來參加他們的瘋年紀 是很怪的 就是我家在吃連夜飯 那你們來幹嘛 就是 然後大家如果去看人家 去看看他們的音樂 他們的瘋年紀 他會覺得 那然後就會問說 那我可以跟你一起吃連夜飯嗎 這不是很出來的事情嗎 所以他就決定辦了一個阿米斯音樂節 然後那時候就會有部落 老老少少 然後他們會 就是也是會分享他們文化 唱唱跳跳跳的樣子 所以我覺得還蠻不錯 我覺得大家可以來 10月25號 對 好 他好像會 事情會販售票 賣票 然後 來的話 呃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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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底的嘛 9月10月 然後你又兩個月混熟那裡 然後 假如說你是折五來的 我就 我就盡可能提供我可以給我 例如到我的宿舍洗澡之類的 萬一萬一萬一沒有辦法洗澡 因為如果很多人啊 然後不容易訂到民宿什麼 我們盡量提供我的服務 就這樣子 好 那唱片 藝曼 好 一千塊還有人要來 好 那沒關係 大家先下課好了 這樣太拘束了 好 對 下週一號 好 各位 呃 呃 就是下週的整晚 我們要來討論那個同事的議題 就是請到海倫他媽 之前在公宿有播映過的人生 就是有一部影片 就是海倫他媽的導演 對 然後是在講 就是 呃 同事出櫃 那媽媽 媽媽需要知道哪些事情 然後面臨哪些困境 這樣子 然後歡迎下禮拜五 呃可以帶著爸爸媽媽一起來了解 這樣子 謝謝 OK Happy Weekend OK